你怎么才回来 你去找青春了 我问你话呢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 对 我去找他了 怎么了 那你都问了他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 他跟你说什么 他什么都没跟我说 走的时候他还睡觉呢 我也什么都没跟他说 只是有些问题搞不懂 问问他而已 他记忆都没有恢复呢 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 医生都说了他不能受太太的刺激 你就不能等过阵子有什么问题 再问他吗 你真以为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告诉你 在我看来他什么都记得 他心里明白得很 我知道你在内疚什么 你放心 我已经请了国内最顶尖的医疗团队 和看护人员 明天就到 目前说会被照顾得好好的 根本不需要你操心 你去也帮不了什么忙 我帮不上忙我也得去啊 你去添乱嘛 人家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 我就算帮不上什么忙 我于情于理 我是不是应该陪着他 看着他好转了我才能安心一点啊 我不跟你说 为什么 你直接让医生把医疗状况报告给我们 不就行了吗 你为什么非要去啊 冷冰冰的看护 和朋友之间的陪伴他能一样吗 公欧 你有没有感情啊 晚上好 野主人 记得睡前也要想公欧哦 想什么想 想你个大头鬼啊 你冲他发什么脾气啊 我没得冲他发脾气 我得冲你发脾气 我没觉得我做错什么 你是我女朋友 我不让你去陪别的男人有错吗 没错 特别对 你整个人都是对的 我只是觉得你是一个不讲感情 还不讲道理的人 我是在无话可说 你站住 我饿了 你给我做饭吃去 吃吃吃吃吃 你去找专业的团队给你做炒饭吧 谁给你做的 已为你搜索出一万六千条大炒饭的做法 请选择 小老板 你还不签字吗 先放着我 这就是个日常的月工作报告 昨天不是开过会了吗 你这到底在干吗呀 这个机器人 太不识实物了 我正在改版 他就是个机器人 你让他怎么识实物啊 难不成你让他自己说话 很难吗 不难 对于您来说 当然不难 但是你也不能因为不想跟施晓念说话 为难一个机器人 是 小老板 你最近 真的变了 变老了 你要是再说废话 就让你略过变老这个环节 直接入图 对了 施晓念那个动画视频 发我用平台是吧 对 推广那边的人说 这两天的晚间时段 会达到关注高峰 让咱们可以留意一下 薛总 听他秘书说 诱出我 正好 你晚上留下来加班吧 你看起来 也是一副 无家可贵的样子 小老板 签字吧 好 怎么样 怎么样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数出了家里面至少二十个情节 要跟每个人都配一台 反响不错呀 小念 要不然你跟你们家公公说说 看能不能给打个折扣什么的 你要是买一百台呢 能给你个九五折 这么少 看在我们的情面上 情面什么的不存在的 公公这个人你又不是不了解 而且已经看在你是米生家属的份上 给你打一个内部会员折扣架了 我这个内部联盟当得也太不舒服 评价还不色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真的帮什么 我得把这些评论都给看完 好了 评价反强好就好了 难道你还都会看吗 我 我就是想看看 对啊 夸你的评价也不会跑 随时都可以看 今天难得是我们几个 极力请假的十九之夜 又表现这么个好消息 让我们今天出去庆祝一下吧 天使庆祝 咱们就点点东西在这吃 走 我点东西 我点东西 小老板 你家就真的没有别的吃的 我只要吃了 什么 三大饭不好吃吗 是他的格调太高 不在我的接触范围内 那就努力适应一下 你的品位需要提升 小老板 你一定是知道 我最近加班加点工作 比较劳累 特意给我补补干 来 真体贴 我突然好想念我们俩小老板 最起码他做出来的饭 是熟的呀 你老婆和我女朋友 还有另一个男人 正在我的工作室开派对呢 是 小老板 是薛总 偷儿后天回国想约你见见 你早就猜到了 你早就猜到了 你早就猜到了